最后占领区清场倒数 民众涌铜锣湾 今天是占领运动中最后据点 铜锣湾的清场日 前几天开始就有民众陆续涌入占领区 不少现场占领人士已经收拾物资准备撤离 而准备留守的最后一刻的民众也表示 不会冲击警方防线 只会让警方抬离现场 不过占领行动告一段落不代表抗争结束 学生代表纷纷重申争取真普选的决心 如果政府一天不去展开对话 一天不去处理一个政治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骚争有可能会出现 因为当一些高官继续期望 以他们一国本位的态度和意识 去管治香港这个地方 必然其实他们自己是引火自焚的 但是当下是不是就决定一定是建立立法会呢 国会议之上组 但是我们会排除任何的方法 去跟这个政府扩人到底 另外在已经清场的旺角 市民自发组成的购物团 行动连日不断 昨天清晨又有大批人群聚集 警方上前调查身份证件 又以涉嫌参与非法集结和妨碍公务罪 逮捕20人 随后又有民众前往现场抗议警方弹权 至于占领落幕后的下一步行动 学联与其他组织发起抗租拆税 以把税向拆散缴交的抗税行动 和月底才缴交公屋租金的不合作运动 延续雨伞运动 持续发挥影响力 施压政府回应民众 周永康也说 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时 不排除发起占领立法会行动 但愿意继续与政府对话 不过前提是对话要有实质结果 动新闻综合报导